可以说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您不爱对方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生意上的事情 你不要操心 你管好小哲 照顾好你自己 安排好咱们这个家 你干嘛把自己搞这么累呢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 我在帮倒忙吗 你是我老公 我心疼你有错吗 我看你天天不着家 你压力那么大 我想听你分担一点 我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呀 你嫌弃我了是不是 你想我工作上 帮不上你的忙 在生活上连碰都不愿意 碰我一下 王李仁 咱俩虽然是夫妻 但是不健康 不正常的夫妻 你这说到哪儿去了 我是因为 爸爸妈妈 你们说的事情太想了 丑到我了 对不起 你哄孩子睡觉吧 咱们俩别吵了 王老师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蒋老师这边请 谢谢 你好 请问有预约吗 我预约了赵老师 王先生是吧 赵老师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这边请 您想咨询哪方面 体验感不好吗 以前还挺好 已经很久没有体验了 试过什么方法吗 按摩 瑜伽 大补汤 喝汤 锻炼 看医生 你们多久没有夫妻生活了 从去年开始 我就特别忙 大概有 不到一年的时间 差不多快一年了吧 就是自从去年 他公司接了几个大项目开始 就没有什么 选择跟他在一起 你后悔吗 为了和他死守 我在我事业最巅峰的时期 选择了放弃工作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真心相爱 可以说他为了我 放弃了自己最热爱的事业 回到了他给我们建立的温暖的家 后来他怀孕 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也吃了很多的苦 晚上睡不着觉 冰吐 我们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可以说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你们可爱对方吗 爱 那么长时间没有父亲生活 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 他进步得太快了 而我却一直停在原地 也许 他已经不爱我 他应该是觉得 我不再爱他 其实 是我的原因 我觉得 你们应该开诚不公地 跟对方好好聊一聊 而不是把什么都放在心里 胡乱猜测